韩山时得词训,上上人有下下志,常言道上上人有下下志,下下人有上上志,无论上上下下上下一体,相辅相成大道完成,看我轻狂,实不轻狂,你们世人凡情俗事看不开, 何不学我潇洒样,修道是众生平等,人有南北之分佛性,并无南北之分,就好比这一平花颜色不一样,花也不一样,有菊花玫瑰,但是同样的都是花,好比以子有方的,有缘的,但同样都是椅子,人虽有富贵贫贱之分,但是同样都是人, 咱们今天修道,首当去除人,我像不起对待,平等是得见信是功,既然男女可以平等,那么富贵贫贱为何不能平等?修道要把人,我像放下,破像才能够明理,你如果还执着我像,就无法以平等心去对待纵生,感化纵生,有时候得潇洒一点,离合悲欢, 世常倒石头无常向道求,人生苦海越有阴晴圆缺,没有世事圆满,只有心性圆不圆满,半道虽苦,但是心不要苦心尽要开,学我诗得潇潇洒洒,行便是尖路走遍海角天涯,看透事情,修道以天地为家,切莫贪图,享受要吃苦耐劳,牺牲奉献, 以无谓大爱奉献给苍生,要度人才能成,修道要把握机会,落人后就赶不上了,把你的贪嗔吃去除,把傲慢心偏见,心去除,怀着一颗平等的心度化纵生,大功无私,丰丰又颠颠,朋友神仙当初咱们破一破鞋, 为的就是要让大家破形象,不是要你们穿破一破鞋到处跑,也不是要你穿得非常华丽富贵,而是要你们穿着朴素安平乐道,懂得惜福,再造福,破荣华富贵的形象,破贫穷的形象,入得佛门众生平等,大家都是以母之子,千万默契对待,自信自度,时时勤浮士, 误使,惹尘埃,尘埃都是由兴起,贪嗔,吃七情六欲,你们的成垢,蒙得太深了,要重发菩提心你们每一个人,都是菩提种子,要成菩提,还真简单哪,你得了这大道,明信付出明白本来的真面目了,只要好好往菩提的路上,精进走,成佛有余,人生一世,百年光景, 弹指救过,要好好珍惜光阴,以有限的生命,换取无限的永恒,发自己的大爱心,去度化众生,修道不要丰富贵贫贫贱,众生平等,应该以菩萨的心来度众生,菩萨的心就是父母的心,是众生如子女无私的奉献, 要多操办,多帮办,好好地把道武开创出去,要立常志,不要常立志